观观长江 东是水 浪华陶进 英雄 大家好,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的星期视频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 彩虹还是给大家带来日常的更新 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 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的,第一把的话 我们是一个六号位的大 中城 主攻选择的是我们的 这个钢板云 这个 赵云应该是之前的 也就是说还没有修改技能之前的 也就是说是没有 酒淘,淘酒之类的 那么我们主持人玩家选择的是一个 徐荣 看一下 中城徐荣的话其实是可以的 当然,起手主持人玩家 也是没有抓牌的,这点我还是比较 这个 喜欢的 因为毕竟我是不怎么喜欢用手机卡的 因为像 大家如果看一些比赛的话 大家都知道像 无论是我们老炮杯啊,还是王者之战啊 所以我们比赛就肯定是不能 这个刷手机卡的啊 然后二号位的这个 我们的借毅言啊也是 率先跳出反贼的身份啊 跳出是一个反贼身份 然后是这个常胜将军在此啊 然后 这个还是照射到了火攻 但是细节才这边 鼓的是我们的赵云啊 跳的是一个忠诚的身份啊 然后我们的这个 卫言啊 是4加 C410啊 看看能不能赵云 扫云不挡得住啊 因为如果 卫言单纯只是靠 筛 来进行输出的话啊 我们的这个 借赵云的防御 还是比较强的啊 啊,那么这边的话 黄盖是没动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西之财啊 也是直接了当啊 装上方天化级一刀 啊,卫言也是毫不客气 但是 呃,卫言这边的话啊 其实跟四上香这边也是没有配合起来啊 如果 卫言和四上香这边配合起来的话啊 这个 赵云可能啊 只要真的是不保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 这个西之财 是挂上诸葛连弩 直接去突了一下下家 这个上家的黄盖 因为黄盖这边 他是什么都没动啊 那么他如果是忠诚或者说是反贼 无论是内奸 那他肯定是要发动苦肉炸降 先要来过一波 过一波牌 来 打一波的啊 所以说黄盖这边应该 也不是什么好人啊 那么这边的话啊 这个西之财一个铁锁连环 被 这个被迷糊的铁锁连环九杀啊 也是 直接 啊 这个 正王了啊 西之财是个忠诚 那这样子的话 莫哈卫的 这个元素是一个内奸的身份啊 好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也是通过自己的这个手牌啊 摸到了一张南蛮入侵啊 好 那么南蛮入侵下去的话啊 这个噪音啊 基本牌手里应该是有的啊 就是说这个南蛮入侵 可能就是我们 主中方 翻盘的 利器了啊 绝对是我们翻盘的利器了啊 好 别救啊 别救就别救是不是啊 这个你不救的话 我南蛮入侵收回来 我还是要放的啊 所以说 这个黄盖啊 你说不说啊 估计反贼都不会来救你了 为什么一来 估计反贼方也没有桃子来救你了啊 我们只要南蛮入侵回收 能够 再次放出来的话啊 绝对是不会让你们留活口的啊 好 然后这边的话 由于元素这边是没有杀的啊 比如说我们放南蛮的时候 它是直接扣血的啊 比如说我们直接一个决斗 就能轻松愉快解决战斗啊 当然啊 就算有杀我们也不用怕 因为我本身手里的杀还是比较多的啊 好 第二版的话 我们变成了四号位的大反贼 主攻选择的是我们的戒曹操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主视角玩家这边的话啊 这个反贼的话 在这个位置就是像 选择国家呀 生权啊 都可以啊 包括吕布啊 他换来换去啊 有戒关羽也可以选啊 呃换了一波啊 有一个虚荣啊 这个虚荣两则啊 虚荣两则看一下 我们四号位反贼虚荣的这个发挥啊 看来是个禁卡局啊 因为这个很明显起手是这个 呃 主视角玩家是没有刷啊 但是从读条上来看 可能好像是有这个手气卡的这个 呃 我们看一下啊 主视角玩家起手 一杀一闪一过河拆桥一个火攻啊 呃火攻对于虚荣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手牌啊 就是说火攻的话 呃 看一下起手 呃前面三位啊 借曹操 寒刀西智才 他们怎么打啊 啊 然后曹操这边挂上八卦阵 杀了一道末号位的虚荣啊 因为毕竟在这个位置的话 虚荣比较偏反贼一点的啊 那么像袁绍啊 呃 西智才啊 这两位的话就是中反都可以啊 那么当然 还是希望西智才是曹操局的忠诚 看一下寒刀这边啊 寒刀这边的话开一张万剑齐发啊 这个举动是比较像忠诚的啊 这个一来 这个曹家的主动局 也就是曹操 无论是标曹操还是借曹操 或者说曹批局啊 你这个万剑齐发啊 或者说你这个A肯定是不能乱开的啊 那么寒刀这个举动啊 很明显表明了 他是一个忠诚或者是内奸的这个身份啊 但是西智才这边遭受了万剑的伤害 直接筹策判黑 把曹操的这个八卦阵给卸了 其实八卦阵该卸其实还是要卸 但是这个万剑齐发啊 这个借曹操啊 肯定是要收的啊 因为这张不收的话啊 这个直接打一下啊 打哪啊 自己决定啊 这个自己决定啊 是打脸呢 还是打屁股 还是打肘啊 好那么这个寒刀这边的话啊 果然啊是一个忠诚的身份 或者说是一个中类的身份 连了反贼的西智才和一个偏反的张春华啊 那么这边的话啊 这个西智才也是 这个一笔之道 还是笔生 是不是啊 你连我们两个反贼 那我也连两 连你两个忠诚是不是啊 主公是曹操 那么袁绍 偏忠啊 那么我也连起来 是不是啊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看我的这个暴力能不能 来打一波啊 好 然后看一下主主角玩家 这边的这个暴力标记怎么分啊 分了袁绍一个分了曹操一个 那么这样子的话去火攻一下 手牌比较少的这个袁绍啊 果然啊 呃 要没花 那么我们这个肯定是要把杀人出去的 因为我刚刚在上一把说过啊 徐荣他的A是特别重要的 也就是说 蓝外绝啊 包括火攻啊 之类的 对徐荣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啊 那么看一下 这个火攻下去的话 呃 袁绍果然 正王 忠诚啊 这样子的话 内奸是谁 我们就不要去管他了 是不是 因为通过暴力的这个标记啊 这个 大 对 袁绍是两血 那么从铁锁连环传导过去的话 由于曹操也有暴力标记呢 他就要扣三血啊 二加一啊 二加一 那看一下这边的话 嗯 拆了一下这个曹操的手牌 那么这个决斗该砸要砸不砸也要砸了啊 好 好在啊 六张牌的曹操啊 没有杀啊 没有杀的话 由于这个决斗是我们杀绝收回来的啊 所以说这个曹老板无法发动尖雄啊 无法发动尖雄 那么我们再次决斗的话 这个徐荣啊 是徐荣打的无懈可击吗 是徐荣啊 徐荣出逃救了啊 徐荣这边打的无懈可击啊 也是成功的把这个曹老板给保了下来 但是曹老板那边的话 手里有张万剑击发啊 但是他这种情况下 他放我们也不怕啊 他放也不怕 因为我们手里还是手握两个陶子的 那当然 这个我们的这个暴力标记 如果能够给力一点的话啊 曹老板应该都活不到他的这个出牌阶段啊 那么看一下徐荣这边的话啊 刚刚我们是让他摸了两张牌啊 这个流失了一点体力 造成了一点这个火焰伤害还是什么啊 反正就是造成伤害了啊 无论没有注意到是流体还是什么啊 好让看一下这边的话 徐荣开了一个五股风灯啊 吃了一个陶醋过了啊 好这个很明显啊 我们是直接是对曹操发动的是这个 触发的是左鼠云伤害啊 这个啪的一下和啪一下啊 流体的这个声音是不一样的啊 好那么我们也是这个两把虚荣啊 玩的也是非常的快乐啊 这个主攻和反贼啊 被我们确实是这个玩弄于鼓掌之间啊 所以说这个爆将啊 大家都喜欢 但是如果你一天或者说你的半天坐在电脑前 或者说在手机面前 你玩的都是爆将的话 这个其实就很没意思的 因为三国沙的乐趣不仅仅是只是玩爆将啊 好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录像 最后一把的话 我们是一个七号位的大中神 我们主攻选择的是我们的曹批啊 主流主攻曹批啊 那么主持人玩家七号位中神 选择的是我们的这个新改版的戒章飞啊 也是跟大家介绍一下主战 咆哮所定制你使用的杀无次数限制 若你的杀被闪抵消 你本回合下次下一次造成杀的伤害时 伤害加一第二个技能替身啊 准备阶段你可以将体力值回复至上限 然后摸X张牌X为你你恢复的体力值啊 就是说无论是从咆哮还是替身啊都是有所增强的啊 好那么二号位的这个曹批挑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啊 有人说哎曹批去打曹批为什么是偏反啊 你要看一下曹批 曹批他已经获得了刑伤和尖雄了 也就是说他那一个杀下去的话啊 这个曹批是要扣两血的啊 那么扣一血的曹批和扣两血的曹批是不一样的啊 因为曹批本身是一个四血的主攻武将啊 你扣一血问题还不大 但是你一个九杀啊 比如说一个伤害伤害加一的一个下去啊 这个曹批瞬间被打成两血啊 那他的毒生存率就岌岌可观了啊 那么彭桶这边的话是跟大乔经营过论了啊 嗯相对说会比较偏反一点 但是大乔这边是一个主动啊 是比较很明显了吧 是不是啊 一个露丝鼠是最明显没过了 是不是啊 那么砍了一刀这个下加的王姬啊 因为王姬在这个位置上是比较偏中类一点的啊 是一个远位的这个王姬啊 我们看一下 王姬这边的话啊 一个顺手欠阳去顺了一下下加的许优 然后果公啊 我们也是挑的是一个反贼的身份啊 那这样子的话啊 呃从彭桶过跟大乔过论啊 过牌啊 这个彭桶的主动是比较偏忠诚的 那接下来的话 应该是从许优到我们到过号位 八号位的这个陶瑞啊 应该是一个中类的这个身份出现啊 好 然后这个果然啊 许优跟我们的思路想法是一样的 因为前面四番已经跳了 那么 从后面的许优 张飞 接张飞 也是小玩家和八号位的曹瑞 就是比较偏中类一点的啊 那么这边的话 呃 许优是直接过和拆桥 把曹瑞的乐给拆掉了 然后一个九杀啊 呃 王姬也是成功打出了九杀 那么我们也是以一个 这个忠诚 不如说以一个中类的身份啊 表明啊 我把过和拆桥 把曹匹的这个乐不四肢拆掉啊 这个举动就比较明显了 大桥乐我拆 是不是 那么一个反贼 一个忠诚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 呃 这个末号位的曹瑞啊 他这个举动就比较 比较什么事啊 不是说比较二五仔了啊 那就是说前面有一个 也就是说曹英 庞同 大桥不用看 大桥和王姬应该是反贼啊 也就是说这两个是反贼 那么 内奸应该是从曹英和庞统这边来选择啊 因为 这个 呃 曹瑞这边明见的是 曹英啊 也就是说他这个系统是比较偏反贼 他如果是忠诚 那么应该直接了道给主公 那么 这个内奸的话应该是从庞统和曹英这边来选 那么曹英这边的话也是毫不客气啊 拿了曹瑞的一把牌啊 也是直接了当的是把许游忠诚给堵死了啊 那么这边的话确实啊 这个许游的打法也是比较偏忠的 那么我们也是忠 那么剩下的内奸也不要去管了是不是 就是他因为起手去帮这个 反贼的话啊 你别指望他来帮你们了是不是 帮我们忠诚吗 那么果然啊 这边的话这个发动过论的话啊 这个去拿了轻装剑去砍了王姬啊 这边的话不注意的话的话 黄统是在里面了啊 这个忠诚属王 我们主持者玩家是忠诚 那么 黄统这边刚刚砍王姬这个主动还是比较明显 王姬五谷丰登拿的是勒布四鼠啊 大家这张勒布四鼠很明显应该是要来勒我们的 因为勒曹丕或勒庞统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唯一输出的这个点是在我们这张碑这边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我们主持者玩家看会不会发动替身啊 那么如果发动替身的话 那么我们回复到四旋摸一张 然后出牌就再摸两张啊 一次音质的效果 然后勒布四鼠这个天过啊 勒布四鼠这个神天过 那么也是助我们啊 拿下啊 就一定要拿下这一把啊 那么铁锁连环一下 木马里面这个有闪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啊 因为现在木马只能塞两张牌啊 比如说木马现在塞闪应该作用不是很大啊 那么我们刚刚第一次杀啊 去杀曹瑞啊 他没有出闪 那说明他确实是没有闪了 好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啊 这个铁锁连环一下 那就直接过来 因为已经没有杀了啊 嗯 这一把的话啊 我们这个借张飞啊 还是比比较有发挥的 确实是比较有发挥的 因为我们这个替身啊 虽然啊只摸了一张牌啊 但是至少我们这个替身要比啊 以前老板的那个替身要强啊 要记住啊 我们现在的 online的老服啊 老服的借张飞和新服的借张飞是不一样的啊 包括哎 嗯 新服的借张飞和这个 手杀的借张飞应该是一样的 比如说新老服的借张飞是不一样的啊 好然后这边的话 大乔瓷雄双骨剑来杀我们 这边的话我们选择气啊 那么这个大乔啊 也是不知道是有什么 跟自己有什么慎仇怨恨啊 很明显我们三个都在皮索连环上啊 他非要来搞这一处啊 那这样的话你自己浪费桃子 那就别怪我们了啊 好那么这个捡一马啊 无论是木马里面的 还是我们手牌里面的啊 来的是恰到好处啊 这个因为我们是不需要AK的 因为本身张飞就是一把AK啊 所以说诸葛连路我们张飞是不需要的啊 那么我们现在无中生有一无中生有二 然后再看南蛮入侵啊 桃子在一旧张飞在一翻 诶 这个画桃子为生产力啊 是我们菜刀流武将梦最梦寐以求的啊 好那么这个南蛮入侵把大乔打死之后的话 手里的杀是比较多的啊 好一杀曹银喝酒啊 很好非常好 杀一 这边的话啊我们杀一的时候啊 杀二啊应该是杀二的时候 曹银打出闪了啊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跑向一啊 如果这一张下去啊造成伤害啊 那就是就是两点伤害 那么刚刚他又出闪啊 又出闪的话啊那现在是咆哮啊 那么如果啊这个杀命中那就是扣三底啊 一加二了啊 如果本身的话 本身的话就是那个啊 这个就非常爽了啊 所以说我们借张飞改了之后啊 强度上还是有所争强的啊 无论是进攻的能力啊 咆哮就不用说了是不是啊 这个替身的这个过盘能力 从被动卖血变成了主动卖血 也就是说不用担心我上一轮的这个体力上限了啊 所以说嗯 这个借张飞啊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改变修改之后的借张飞啊 不不用担心起手被打费啊 因为这个借张飞啊 就是我们老板的那个替身啊 很容易就是被打费啊 如果你作用后置耗位啊很容易 真的很容易被打费啊 如果你嗯起手被扣了一滴血啊 因为起手你是上一轮啊 因为你是第一轮的时候是没有地零轮啊 就是说起手被打费的借张飞啊 真的是比较可怜的啊 好的 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那么我们这个清晨不改 用水长流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